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login test这里面 它做了什么样的操作 login test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传用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接口 它的操作就是说 这个request.session里面如果有一个内部的话 我们就怎么样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对吧 这其实是做了两部工作 第一部工作是什么呢,是登录验证 就是我们判断看看它有没有登录 对吧,它是一个if和else的一个形式 第二部工作呢,就是说我们获取登录信息 就是我们这返回的是一个request.session 对吧,这个session里面可能有用户名和用户的真实姓名 这是用户的登录信息,对吧 这是它做了两个字工作 那我们现在先抛开这个接口 接下来我们不会再对这个接口做什么操作了 因为我们的登录功能已经实现了嘛 虽然说这个地方还是get,我们后面说改过来 登录功能实现之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登录的功能和登录验证的功能 把它放在这个blogs这个接口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新建一个博客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这儿当时有个假数据是吧 在开办法登录功能的时候再填写真数据 因为这个作者要是这个登录的用户嘛 所以这儿怎么写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对吧 这是获取登录数据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登录验证 就是在这个操作之前我们要先看它有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我们就直接给它返回一个微登录就好了 对吧,包括这个新建博客 然后更新一篇博客 然后删除一篇博客都需要登录验证 所以说这个登录验证呢 我们应该做成一个 类似于中间境的一个通用的东西 我们在这儿去写一下 我们只在这个blog.js里写吧 因为user.js里面 后面会只有一个登录的一个东西 对吧 只有登录 那我们就没必要去在这里面写 按理说应该是 如果是说这个登录验证这种功能 如果是说比较通用的话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外面来 这一步呢 我们会在后面讲框架的时候去演示 因为讲框架的时候呢 登录也是通过登录验证的中间键来实现的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将会把它放在一个mediaware的一个文件夹中来 所以说这儿呢 我们就先把它放在blog.js中来 因为各个路由看来呢 如果是放在这儿来 也算是一个比较公共的部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定一个统一的登录验证函数 然后就叫login check 接受request就可以了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只需要 其实就是这一步 就是这一步 就是我们判断 request.session.user name是不是有效 如果是有效的话呢 怎么样 如果无效的话怎么样 比如我们判断先派上第一种情况 如果他没有 没有有的内幕的话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什么 直接return一个 这个就好 对吧 就直接return一个 因为他要return一个promise 直接return一个error model就好了 就是上位登录 如果有效的话呢 怎么办呢 如果有效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什么都不用返回 就是返回一个undefined就行了 就是login check 我们主要是为了拦截那些没有登录的用户 对吧 他如果没有登录 我们就返回一个result就行了 我们看怎么用 login check怎么用 这个里面 我们把这个函数拷贝一下 然后到这个new新建博客中来 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先定一个login checkresult 复制成这个 然后把request传进去 大家看执行这个login check的时候 他返回一个什么 他有可能返回一个这个东西 就没有登录 对吧 有可能是返回一个undefined 就是这儿 他什么都没返回 就现在返回一个undefined 就是已经登录了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他返回有值的话 就说明什么 说明未登录 对吧 我们就直接return这个login check就好了 好 这就是登录验证 如果他有值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儿有返回 对吧 有返回就说明这个还没有登录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promise给他返回回去 就是return出去就行了 然后下面就不会再执行了 如果他没有值 那就直接执行上面的 很方便 对吧 所以说这种形式 我们就可以直接拷贝过来 我们放在new里面 放在这个update里面 包括放在这个 删除这个delete里面 对吧 好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登录验证就完成了 所谓登录验证 就是看他有没有登录 我先不管你是谁 我就看你没有登录 接下来呢 我们再按着看一下 我们看看哪个 那边函数里面需要什么呢 需要那个登录信息 比如说list里面 暂时不需要 对吧 然后detail里面 肯定也不需要 然后new里面 这儿需要 因为这儿 他要是作者 因为我们在创建一个博客的时候 作者必须是自己的 直接request.session.ugername 就可以了 因为登录验证 已经通过了 已经通过了之后 我们通过这个request.session.ugername 肯定能获取到用力 我们先考一下 这个后面还用 好 这是new 然后update 需不需要 update 暂时还不需要 但是update需要登录验证 你不能说没有登录 你就直接update 然后delete 需不需要 好 delete也需要 对吧 因为我在删除的时候 做了一个教验 就是说删除的这个 不管是教验ID 还有教验作者 怕有那种 根据ID 找到别人的文章 把别人的文章删除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这儿 就这么写一下 然后author等于 当前登录的用户 好 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这整个的登录验证 和登录信息获取 就已经完成了 对吧 通过这个session 就可以轻松的获取了 好 关闭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login check 这个给它注释掉 已经不用了 然后我们再把之前的这个登录的时候 不是当时改成get了吗 应该是post 是吧 我们改回post 改post之后 我们这个 user任何password 应该是从这个body里面去获取 就不能在这个query里面获取 对吧 好 这样的话保存 保存 其实我们在所有端的这个登录工程 就已经开了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和前端进行连条 因为我们有了登录 它需要用到cookie 我们就没法再用postman去连条了 因为必须要有浏览器和所有端器 对接起来 而且我们讲过 cookie是跨越不共享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浏览器 能访问一个页面 而且要同域名的能访问 这个sword的一个接口 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将会用到ngix 来做后端的反向代理配置 来实现这个功能